你们是在哪部戏上认识的嘉伦 其实我觉得跟萨老师第一次合作是在2008年 情细北大荒 情细北大荒 然后后来又拍过《同龄人》 那没印象 然后呢我们又拍过《青岛往事》 我演他对立面嘛 然后呢我们去年的这个时候正在拍《大运河》 你要演他丈夫吧 有点小演他儿子吧 有点老 对 特别尴尬 对 没有 《大运河》他就是跟我儿子辈的 他是这一辈的 他们叫几年 不是 我觉得萨尔娜吧 我感觉特别吃亏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年龄段的 没错 但是他由于过早地演了娘 所以就把你直接划分到那个年龄段了 你俩个年龄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们是同一个人 没有 没有 他叫我叫姑姑 这里面还有渊源 为什么呀 就是我在03年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 叫父亲 这个父亲呢是梁山导演导的 然后呢同名的话剧是 他的爸爸吧 对 宋歌峰老师 宋歌峰老师演我的父亲 我演他的大女儿 然后这样 从那以后呢我就一直叫爹嘛 叫爸 然后又一次说别叫我爹 叫大哥 我说好 父亲讲的 我说姜哥要叫我姑姑 没事 副一半嘴一半的 对 就从那以后每次见着萨老师 我说帮萨姐 叫姑姑 叫姑姑 其实呢那个虽然是玩笑 但是我们真的像亲人一样 对 真的像亲人一样 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 而且也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那就是嘉伦一直叫我是哥 那我也能叫姑姑 姑姑嘛 不是 坏的事啊 不是 坏的事啊 不是 坏的事啊